张靖初这日来到商台接受访问 今年凭着毛箱入围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他就说觉得十分惊喜 那有没有信心先 我谈不上有没有信心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 每个人拿到的考卷都不一样 还是要看最后到底 空间发挥空间有多大 不管怎么样 我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商业片 虽然演了三个角色 但是说实话并不是一个女主戏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好像我没有去期待 说真的能拿到影后 我觉得可能三夫沦落人 我觉得可能都是很强的 在演用的这个可能性上 莫富城和周润发都同时候选影帝 你要唱Bingo呢 你需要让我得罪人 你这么想挑事呢 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最应该下双黄蛋的机会 因为他们俩演 就是因为他们俩的这个精彩演出 才完成了一个角色 就是李温 所以他们俩是一体的其实 就是他们俩同时被提名 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他们有任何一个弱了 这个角色都不会这么精彩 一直在试炼 team 对 aur! 有意识看!